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我是董车的原创主持人杨凯 众所周知 在北美最具有冒险精神的西部地区 只要你愿意挑战 无处不在 所以我特意选择了这台 在装载能力和越野性能方面 都有保障的福特F150猛禽 来寻找一位新时代的挑战者 你我都很清楚 特斯拉品牌没有慢车 那这台电动皮卡 Cyber Truck它究竟能有多快呢 哦不对 它应该是越野旅行车 这一次我们拿到的是Cyber Truck的双电机四驱版本车型 而并不是它动力最强的野兽版 不过双电机的最大功率也达到了400千瓦 官方给出的0百加速成绩是4.3秒 那在今天这个雨天的湿滑路面条件下 这台特斯拉Cyber Truck它的四驱版本车型 实测的0百加速时间是4.69秒 那猛禽会比它慢多少呢 我们实测对比一下吧 最终在雨天的湿滑路况条件下 F10猛禽跑出了7.38秒破百的0百加速成绩 而特斯拉Cyber Truck的0百加速时间 则被定格在了4.69秒 而此次越野穿越的地点 正是位于美国最大的沙漠 莫哈维沙漠之中 除了以滚滚黄沙为主题的蛮荒景象 莫哈维沙漠当中同样有山有水 甚至在雨水丰沛的春天 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灿烂野花 那么接下来的路段 我选择把驾驶模式调整到offroad 那也就是得益于前面直线竞速的遥遥领先 我可以率先领先于猛禽 进入到接下来的越野穿越的路线当中 在这个路段 我选择把它的驾驶模式调整到offroad 沙地模式 它的空气弹簧会自动将车身的高度升高 而且在这个路段当中 我觉得这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不仅仅能够保护好电池 也能够让这台车拥有更好的底盘通过性 而到了非铺装的路况条件下 我觉得只要你扇待脚下的电门 依旧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均匀 和线性的动力输出的状态 然后在这个部分 我又再次感受到了 它这种比较细腻的转向手感 虽然说非常小的转向比 配合上后轮转向 会让我在大角度转弯的时候 偶尔制造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 但当你熟悉了之后 还是可以轻松地躲避开前方的巨石 躲避开车辆周围的障碍 好 现在我面临车身右侧的树枝 如果这是一台路虎的话 我相信此时此后我会非常的心疼 但是正因为这是一台Cybertruck 它拥有强硬的外骨骼 而且没有任何的喷漆涂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忽视它 Keep going 但其实在这个路段当中 我也明显感受到Cybertruck 它的前方车头的视野 对于驾驶员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通透 虽然说它的前方档面积真的非常大 但是它的这种通透感更多来自于头顶上方 天空方面的视野是非常良好的 但是对于前方车头下方的这个路况条件 我还是有点心里没底 但是相比于一般的硬派越野SUV 和中大型皮卡车来说 当它的悬架高度处于高位的时候 确实也给我带来了更好的舒适性的体验 所以在进入到接下来这一段比较艰难的攀爬路段之前 我想说这台Cybertruck 它在越野路段的舒适性体验 确实要好过福射F150的街 好 接下来就到了今天 我们这个越野测试的穿越路线当中 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段 向上攀爬的路段 在今天我们拿到的这台Cybertruck 它的越野模式下 我能够看到它的前后轴 两个差速器的锁止功能 目前还并没有开放 可能需要等到后续OTA进行升级之后 才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 所以目前我对于这台车 它的越野攀爬能力 心里是比较存疑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排在了猛停前面 所以我们就开始吧 硬着头皮也要上 我现在能够明显感觉到 车轮在疯狂的打滑 看来缺少了同轴之间 两侧车轮的这种线滑能力 它在越野攀爬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大的挑战 但是很明显 在我脚下不松加速踏板的情况下 通过基础的电子线滑 还是能够上来的 还是能够通过 这种小的坑挖路段 现在我面前是一个向上攀爬的 充满碎石的路段 没关系 我们使用的是AT台 轮胎的抓地力应该还OK 好 继续走 我现在已经仰面朝天了 轮胎又出现打滑 没问题 Nice Nice 继续走继续走 这个时候脚下绝对不能软 继续向上攀爬 因为这台Cyber Truck 它采用的是线控转向 虽然我的车身出现了明显的侧倾 以及轻微的侧滑 但是我完全感受不到 那种被抢夺方向盘的感觉 虽然它的转向比非常非常小 电机疯狂的输出 我居然上来了 Nice 我们这台Cyber Truck 在猛禽之前 率先登上了这个陡坡 所以现在可以说 压力给到了猛禽 好 现在我已经换到了这台 福特F150猛禽 应该说刚换到这台车 第一个感觉就是 它的方向盘好大 像一个大脸盆一样 然后我刚刚已经把这台车的 驾驶模式选到了 它最强的越野状态 低速四驱 并且驾驶模式是选到了 延时模式 Rock模式 后桥插速器锁 现在默认就是一个锁纸的状态 这个转向瞬间回到了 我熟悉的感觉 第一个坡道 好轻松啊 轮胎完全没有出现大滑 还是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呀 但是我担心我的车身 刮到了树枝会出现伤痕 这个是刚刚Cyber Truck 所不需要担心的 同样的碎石路段 我的天哪 走起来如履平地的感觉 我的天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这台猛禽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3.5T V6的动力 400多马力 600多牛米的峰值扭矩 太轻松了吧 我已经完全没有了 刚才那种紧张 害怕又兴奋的感觉 而是一种 好像 这一切本就应该是这样 好吗 在我话音还未落的时候 我已经 从容地登上了这个坡顶 Oh my God 这个感觉就是 似乎这一切 其实都很容易 刚刚在驾驶Cyber Truck上来的过程 是让我觉得 有点紧张 有点刺激 有点害怕的 但是这台猛禽 它带给我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从容 好 正所谓实测见真章 我相信福特F10猛禽 和特斯拉Cyber Truck 他们两台车的越野性能表现 已经是一目了然了 那建立在两台车 都成功完成了 今天的越野穿越路线的前提下 特斯拉Cyber Truck 它的空谎 确实在offroad路段当中 给我带来了 更好的驾乘舒适性的体验 而且它强大的动力系统 双剑机 也是能够驱使这台车 三吨多的体动 成功登顶 所以也是表现得非常不容易 而且也是建立在这台车的 前后桥的插足性 主动锁止功能 还没有被激活的前提下 而这台福特F10猛禽 它的螺旋弹簧 依旧可以让悬架 拥有公分的压缩和拉伸 所以轮胎始终都保持一个 足够良好的 复着力的条件 而且它的四驱系统 也表现得非常老派 所以整个登顶的过程 也是相当的从容 所以我认为这台福特F10猛禽 依旧有理由成为那些 越野老胖们的心头好 接下来紧急插播一条动态 就在我们刚刚结束了 越野穿越的路线体验之后 在返程途中 内华大洲突然下起了暴风雪 要知道这可是拉斯维加斯 在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天气 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 驾驶着一台非常稀有的车 遇到这么古怪的天气 稀奇古怪 这两个元素可全凑齐了 我的朋友们 这个感觉真的是魔幻 我觉得毫不客气的讲 我们应该是全球首个 驾驶特斯拉Cyber Truck 体验冰雪越野驾驶的汽车媒体 可以看到现在我面前的 这个超大的雨刮器 正在疯狂的工作 应该说它的刮擦面积 还是挺大的 虽然说在副驾驶上方 有一个死角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 驾驶员的视线 我现在的视线 还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现在山林当中 整个路面的条件 相比于之前 是更加的湿滑了 我原本以为 我需要更加精细的 电门的控制 来去避免轮胎 有过多的打滑 但其实这次 这台Cyber Truck 它也为了AT胎 所以应对这样的路况条件 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在Offroad驾驶模式下 整个底盘的通过性 刚刚已经说了 有非常好的保障 所以现在我的驾驶感受 从主观情绪上来讲 依旧索入 当然了即便是再强大的钢铁猛兽 也离不开补能这个最基本的需求 而且在这个环节 我实在不想让对面的猛琴等太久 那对应于我身后 这个特斯拉全球首批成熟的 V3充电装 这台Cyber Truck 它实测的充电表现 我觉得只能用重规重矩来形容 因为它全程最大的充电功率 只达到了151千瓦 这是它的电量 从16%充到40%的阶段 那从40%充到100%的后半部分 它的充电功率 开始出现一个逐渐下降的状态 不过好在曲线还是比较缓慢的 那么最终用时 一小时35分钟 将它的电量从16%充到了100% 补能的状态是103度电 我想是不是要等到 特斯拉的V4充电桩 进行全面普及之后 才能够跟特斯拉Cyber Truck的 800幅架构有更好的匹配 那其实皮卡车行在北美地区的 电气化转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们熟悉当中的三大品牌的皮卡车 至今为止都有 电动化的产品 但直到这台特斯拉的Cyber Truck的出现 才让我真正感觉到 这是一个全新物种的诞生 这台车真的非常特别 从外观到内饰 从它的前排座舱到后面的货箱 这种感觉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让人眼前一亮 而是让周围所有的人都驻足观赏 原来皮卡还能长这样 所以这两天在拉斯维加斯驾驶这台车行驶在公路上 周围的司机和乘客都在拿手机拍摄我们这台车 所以让我感觉到以往的三大品牌 它们的纯电动皮卡应该是没有营造出这样的一种影响力 那具体到这台Cyber Truck它的主观驾驶感受 我觉得这台车留给我的主观印象就是 它既快又坏 我们先来说它快的这个部分 那么此时此刻在拉斯维加斯郊外的freeway上 我先来感受一下这台车在sport模式下它的动态表现 我刚刚是从70英里每小时的时速加速到了90英里每小时的时速 应该说整台车的动力储备让我的内心感受是满足的 它能够提供给我对于动力的满足感 从程序当中一直持续到高速行驶的状态下 那对于这台Cyber Truck来说 快这个信息的传递确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那接下来我得好好解释一下这个加引号的坏 就是这台Cyber Truck所使用的限控转向系统 要知道它的方向盘本身盘幅就非常小 而且像一侧打满只有半圈 要比特斯拉Model 3 Performance还要小很多 它的转向灵敏度真的极高 那其实这台车它的转向手感是细腻的 但是在转弯和掉头的时候 因为配合上它的后轮随动转向的功能 它的转弯半径会在一瞬间急剧的缩小 因为我的肌肉记忆告诉我 驾驶这样一台皮卡车型 在转弯和掉头的时候 我需要护圆手臂 打上一圈多甚至小两圈的方向 才能够让一台传统的皮卡车型实现掉头 但是这台车只需要一个非常小的动作幅度 就能够实现这样的操作 有的时候我经常需要往回放一点方向 然后再继续打满 才能够顺利通过 当我和前面的猛禽交替驾驶的过程当中 回归到猛禽的主驾驶席 我觉得猛禽的操控感受 才是我熟悉当中的皮卡车型 该有的感觉 而这台车它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 它真的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产物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两个非常小的细节地方也是我不太适应的 首先就是它的屏幕触控换挡操作 也在挑战我多年以来的驾驶习惯 另外就是我一直都不太喜欢特斯拉的强动能回收系统 另外还有一点我不土不快的 就是这台Cybertruck在行驶状态下 它的车内真的非常不安静 包括它的电机的消叫 还有风噪以及路噪的声音 都在不断地向我耳中传输 但是整台车的底盘质感 还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它并不像传统的皮卡车型会有那种很碎的振动 这台车的底盘质感让我感觉有整体感 它经历颠簸振动的时候 能够带给我那种很平滑和舒缓的绿震感受 而且在运动的驾驶模式下 它的抚养控制以及侧倾的控制 也真的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些运动感 所以我觉得当你熟悉了这台Cybertruck 它的驾驶逻辑以及相应的功能操作之后 它也可以成为一台好上手 很好开的纯电动皮卡 那本期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 现在我要隆重介绍 这一次我们北美懂车地独家评测 Cybertruck的全体成员 除了我个人之外 还有我们直播的若然老师 负责短视频的开来同学 还有美女Mia 那我先来说一下我的感受 当我2019年参加特斯拉的发布会 亲眼见证了Cybertruck的诞生 到今天我与这台车接触了48个小时之后 我觉得这台车带给我非常多的惊奇和震撼 这两点并不仅仅源自于车辆本身 还有包括这边北美的人 对于这台车的关注度 让我自己非常惊艳的是 它的线控转向 跟其他所有的车都不一样 尤其是它转弯的时候 然后你的方向盘只要稍稍打动就可以了 然后掉头甚至也就打到120度 就可以完全的掉过来 那这个就有点跟开赛车的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但是但是这个内饰我真的是要吐槽一下 真的还是特斯拉的一贯作风 非常非常的简陋 它虽然也是那种极简风啊 但是它有点太简陋了 尤其是那个座椅啊 有点累的 我觉得长途开应该要有点会受不了 我会对这台车的评价是一个未完成的半成品的工艺品啊 怎么说呢 因为它的智能化配置其实有很多像FSD啊 包括很多高阶的这种驾驶功能都没有开放 然后包括像我们在越野的时候 遇到它没有开放它这个电子限滑差速锁 那其实它也是有的 但是也是说我们后期会进行逼它 以及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 包括像后视镜啊 车内的许多智能操控 还有应用的程序都相当的繁琐 有待很多的提高 当然我相信啊可以通过OTA 但是就现在我们拿到手上作为车主 手臂的这200个车主拿到这个车 它就是一个未完成品 所以也不要说特斯拉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但是呢这个车也确实相当不错 如果有一天大家在国内能够真正摸到它 上手它 那我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会有全新的认知 其实今天在直播的时候 大家关注的最多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不锈钢的车身 是不是真的这么坚固 那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测试 包括甚至用大锤去敲击去砸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特斯拉这种用覆盖键 去提升车身结构强度的这种方法 真的是史无前例 而且是效果显著 当然我还是希望特斯拉能够改掉那些问题 能够给大家推出一款更好的车 最后呢我想说的是 更多更专业更客观 更精彩的独播视频内容 欢迎大家来《董车地》观看 更多独家精彩内容 近代董车地